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树 今天不讲吉普也不讲皮卡 嘿嘿 因为要讲一个新奇的东西 呃 我已经等了很久一直也在等 呃 我一直希望可以全加拿大比较早 或者第一个可以做Pacifica的介绍 嗯 大家知道唐大树的背景了 克莱斯乐殿 所以今天 嘿嘿嘿 在唐大树身边呢 就是两台2017最新的Pacifica 在我远处这一台呢 是低配的 或者一共只有三款 我觉得这一次也是一个 嗯 汽车行业少有的动作 一般汽车行业喜欢把车的这个配置 或者train level搞得比较多 像我们皮卡都有12个左右的train level 但这一次Pacifica Pacifica 好像不走寻常路 呃 这几年的这个趋势也是这样子 FCA就是Fiat Chrysler Automotive 嗯 有很多的创新是在汽车行业里面 所谓一个传统行业里面比较会创新的 所以我们只有三个train level 第一个train level呢 就是Torrent L 然后呢 中间还有一个Torrent的 但是最高一个呢 就是啊 这个Pacifica Limited 所以在我另外这一边这一台呢 就是Pacifica Limited 虽然呢 唐大叔手上有两台Pacifica 啊 然后我决定今天讲这个比较顶配一点 嗯 虽然说是顶配也是就是多数是标配 也就是顶配里面还继续有选项 也就是这个 minivan这个级别也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娃娃车 商务车 或者说时尚女性车 或者说时尚手女 啊 轻手女 这个少妇车吧 嗯 也就是说家里面有小孩的 有一些商务用途的 这两类主要的会选择的一个车型 minivan 应该拆开这么几个方面来讲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懂 因为家庭用的车 你会把孩子放在这个车上 啊 这个如果商务用的车 你会把尊贵的客人放在车上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 舒适性 这个安全性肯定是首选 那一直以来 minivan也是按照这个逻辑 或者说 呃 毫无创意就可以想到的一个逻辑 肯定安全性和舒适性很重要 那接下来呢 因为有一个大家刻板的观念 就是这个 妈妈车买菜车 这个娃娃车商务车 它 外观不怎么讲究 当然这不是绝对这么讲 或者说大家已经多少年 没有什么变化之后 看腻了一种审美疲劳的一个 这种感觉 所以呢 觉得在这个现在 呃 变化这么大的汽车行业里面 minivan这个级别 一直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创新 那唐大叔研究下来之后发现 Pacific 当然它的定位也是这样子 重新全新的设计 然后代替原来的 time and country 设计上我觉得是以这个 以人为本 但是好像没有更好的词 呃 要有舒适性安全性之外 那我们也要漂亮 就算呢 这个没有办法 呃 这个作为职业女性 只能作为 这个全职妈妈的女性呢 那也要 开一个这个很帅的车 有种很帅的帅妈的感觉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很多小孩嘛 像最早大家知道 有些minivan 会有DVD这样 让小孩子可以去这个 不要那么烦 说老实话 大家都是当爸妈的知道 小孩子太烦太吵了 让他们安静一点 那现在的这个Pacific上面呢 有更多的呃 娱乐上 然后multimedia 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呃一个原来那种DVD 已经不够了 很多小朋友也好 家长也好 都会把手机 iPad丢给他们 甚至电脑 在车上用 那如果没电了怎么办 这个要考虑到 如果有自己的我不要去看这个 现在电视电台也慢慢的 好像年轻人里面 或者在小朋友 没人会去看这些东西 我要看自己的内容 这个多媒体内容 那这些方面都要考虑到 那好了 把小孩子照顾好了 我刚刚又回到最开始讲的 妈妈怎么办 我们要当帅妈 但是呢 我妈妈这么辛苦的工作 这个 当然也包括我刚刚讲的 第一类商务的这个人群里面 司机又得当搬运工 又得这个当司机 那我们也要舒服 这个车也要帮我们 把我们的工作变得更简单 所以呢 就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考虑 那其中包括 还是回到这个主题 其实商务是小部分 这台车主要定位还是家庭 或者是妈妈用的 车子容易脏 大家都知道 小朋友吃东西什么的 那配了吸尘器 那我刚刚说的 小孩子要娱乐 他可以消费自己的这个多媒体内容 那还有的话就是 呃 我们这个Pasifica 也就是Criser 它独有的Store and Go 就是中间那排座位 我现在做这排座位 可以放下去 后面一排座位放下去 大家都知道了 那全家用的时候可以放东西啊 有时候家庭嘛 经常要买一些家具也好 这个超市里购物也好 可以把座位放平是很实用的 那妈妈又要看孩子 要拿东西怎么办 这些东西都要考虑 怎么把它变得更容易 更这个让我们的生活 就好像现在的很多科技一样 让我们的生活会更便利 但是呢同时也要舒适 但是呢更要安全 最后我们还要帅 所以今天嘿嘿 唐大叔跟大家好好讲一讲 这台Pasifica 一个标配的顶级的 顶级的 Pasifica Limited 2017新款 这个Pasifica呢 一共只有三个级别 一个Taurian L 一个Taurian L Plus 还有一个就是Taurian Limited 我觉得这个L其实讲的是奢华 这个意思 之前唐大叔多次讲过这个皮卡 不管是以克莱斯勒为零影 打开这一个豪华皮卡的级别 或者其他的这个皮卡 现在看到内饰啊 一些东西啊 一些多媒体啊 一些方便性的东西啊 都已经开始放到这种 原来我们概念里面只是 定位很简单 用途也很单一的这种车里面 因为大家知道 在国外生活 这个在车上待的时间非常多的 那又回到刚刚说的 如果是一个妈妈 就更不用说了 送孩子上下学买菜 放学还要带他们去玩这玩那 这个学东西 学完东西之后呢 又要带他们出去玩 玩好之后 周末全家又出去 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在这个车上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趋势 不管是小车 SUV皮卡 还有这种minivan 大家都要 我感觉有点就是这个 living room的概念 像家里的这个客厅一样 你想想自己家里的客厅 乱七八糟 所有东西都有 电视啊 娱乐的 玩的 方便的 水手用的东西 什么都有 甚至吃的东西啊 当然可能还有吸尘器 对吧 这样子之后呢 我相信这个toring l就是这样子 toring就是其实讲的更多 我觉得是一个到处去的 像旅游一样 当然就像出行吧 这样出行豪华出行 这么一个概念 toring l这么一个级别 三款里面第一款其实已经非常多的东西 这个直接上来就是皮椅啊 然后这个很多东西了 当然有机会再来跟大家细讲 但我觉得这不是重要 因为唐大猪已经决定了有几个地方特别跟大家讲的 当然这里面最最主要是和其他的车不一样 或者现在这个pacific代替toring country 比toring country 可能有一些原来有的还有 然后有一些没有的加进去 这样子把这个mini van的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和一个准备要引领这个新一轮趋势的 因为我感觉真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可能爸爸开皮卡妈妈开mini van 然后妈妈可能还有台小车自己用的 然后爸爸还有台吉普 真的是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家里面有一个这种七座 不管你是一个full size SUV还是mini van 其实mini van这个市场我相信很多这个看好 那快速就准备做这么一个大胆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首先呢 先跟大家过一过这台车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大家知道pacific代替当时很火 是因为他一上来就跟大家说 我要做油电混合的 那油电混合在一期款里面 或者今年在卖的车里是暂时看不到 我相信更多的原因是在于 因为他车是全新设计了 那如果所谓的powertrain 也就是引擎和变速 最主要这两个大的东西 他如果又做变化 他怕到时候会出现一些 任何的这种两个组合全都是新的东西 他怕不成熟 毕竟品牌是最重要的 他不不太想冒这种风险 所以整个外形重新设计已经很大的变化了 那在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反应也很好 然后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大概一年时间去研究这个 继续测试这一个油电混合的电的这一块 那相信第二三款推出来的时候 那会很成熟的产品 所以这一次先把他全新加的这种技术 一些新的 其实现在应该说17年开始 大家会看到很多将来都会变成一种 这种标准的东西 就好像原来的没有空调觉得很正常 后来空调变成标准 后来这种有屏幕的 一开始没有屏幕听CD DVD觉得很标准 CD很标准 后来有荧幕的 DVD变标准 再后来这个触屏变标准 再后来现在大家会看到什么 这个后来大后雷达 是吧 前后BBB都变标准 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 在下一代开始更多的这种 就是所谓的前后 Cruise and Control的这些前后的速度控制 然后停车时候 这种自动帮你停车 甚至现在一些在换线时候盲点监控 然后像现在我们这台车上有360度的这种 停车的监控 原来一般都是前后 一般是后 现在前后多了一些 在高配的上面 然后现在这360度帮你监控 所以慢慢的 我觉得新的EP会这样子 另外一个大的趋势 当然刚刚讲过 那就是多媒体的这些方便 所以像这台车 前排中排后排 全都是有USB可以充电 后排都可以 后排有三个口的 112V应该是这个可以用电脑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现在基本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吧 这个是用的V6 今年还是 V6的引擎 一共可以输出287匹的马力 和262 这个 TUNES OF TORQUE 扭力 然后经过了两三年 在最热卖的吉普小切诺机 也就是自由光的 这个9速变速之后 现在这款车用了9速变速 其实我大家看了一下 我们3.6的引擎 像最大竞争对手 这个丰田 他还是用了3.5的引擎 但是油耗上面 我们比它还要低 这个油耗可以达到综合是2.8 或者8.2的高速 或者最最极端的情况下 在高速上可以达到2.8左右的 这个百公里 每百公里的油耗 那因为9速 到了9速之后 非常低的转速 在高速定速的话 所以说真的是豪华出行 出行的时候出去玩 非常舒适 可以省很多油 第二个大的东西 大家知道 克莱斯勒出名的 就是它的引擎和避震 最出名的 所以这一台车 应该在同级里面 唯一用的是 前面是独立的避震 两个轮子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像过一些 一些比较不平的路的时候 肯定会舒适 但是同时后面两个 这个也是用的独立的避震 所以四个完全独立避震 那刚刚说过引擎了 说过避震了 第三个呢 刚刚提过是全新设计的 在设计里面很多人 就是会觉得说它 不像原本刻板的这种 minivan或者这种商务车 这种感觉 而更像一眼看过去 如果特别用前面和前侧面 会觉得是SUV的这种感觉 那还有一种呢 因为它流线性设计 像这种感觉 但我现在一边说一边跟大家讲 是不是比较好 等我出去外面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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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